天主如此爱顾世界,尽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使所有信从他的人不致丧亡,反而获得生命。 应付其职,其圣神之名,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早安。 今天的圣道礼仪就是圣诞节的,应该圣诞节后的第五日。 我们还是以一个非常喜乐的心,迎接耶稣来到我们这个心里面,然后让我们赞美他。 同时也是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每天用这个生命,用这个时间来赞美天主,光荣天主。 现在我们也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道天主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实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Amen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上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面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面是罪者 求你 普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幼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只能以真神的歌唱 颂扬你唯一圣子的光辉圣诞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 永旺 阿们 公读圣若望 亲爱的诸位 如果我们遵守天主的命令 便会知道我们认识他 那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命令的 便是撒谎的人 在他内没有真理 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 天主的爱在他内才是圆满的 因此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在他内 那说自己住在他内的 就应该照他所做的去做 亲爱的诸位 我写给你们的 不是一条新命令 而是你们从起初就引寿的旧命令 这救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 然而 我写给你们的也算是一条新命令 这在他和你们身上都是真实的 因为黑暗正在消逝 真光已在照耀 谁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恼恨他的弟兄 他到现在仍在黑暗中 凡爱弟兄的 就是生活在光明中 他就不会跌倒 凡是恼恨弟兄的 就是在黑暗中 也在黑暗中行走 他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愿诸天欢乐 愿大地踊跃 愿诸天欢乐 愿大地踊跃 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 普世大地要向上主涌唱 你们要向上主歌唱 赞美他的圣名 愿诸天欢乐 愿大地踊跃 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 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 愿诸天欢乐 愿大地踊跃 上主创造了诸天 威言与尊荣 做他的前导 他的圣所充满 威能和光药 愿出天欢乐 愿大地踊跃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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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言成了血肉 住在我们中间 凡接受他的 他赐给他们全能 成为天主的子女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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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功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若瑟和玛利亚 按照美色的法律 到了举节的日期 便带着孩子耶稣 上耶路撒冷去 把他献给上主 就如上主的法律上 记载的 凡是投胎的男孩 都应奉献给上主 他们也依照 上主的法律的规定 献上祭物 一对斑球 或两只竹鸽 那时 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人 名叫西摩扬 这人是虔诚的义人 一向期待着 以色列的安慰者 来到 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 他曾蒙招圣神的启示 知道自己在去世以前 必将看见上主的受复者 基督 他在圣神的感动之下 进了圣殿 那时 耶稣的父母 保着孩子 正走进去 要按照 法律的 灌烈 为他行礼 新模样 对双手 接过他来 赞美天主说 主啊 现在可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 因为我 已目睹 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助 就是 启示列邦的光明 以色列子民的光荣 孩子的父母 听到所说 关于耶稣这些话 非常惊异 新模样 祝福了他们 并对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说 听着 这孩子 已经被选定 他要使以色列中 许多人跌倒 和父亲 并将成为 人反对的目标 你自己的心 也将被力尽 测透 这样 使许多人 心中的思念 被泄露 出来 上主的圣言 基督 基督 我们赞美你 我的经验 就在圣堂里面看到 很多年长的 很多前程的教友 他们 几乎每天都来教会 其实我妈妈也是 一个例子 妈妈每天 今年她已经八十岁了 不过她每天都是 到圣堂 到圣堂 然后就是 每一个 每一天的 应该是三点 他们会一起念经 直辈赚金 所以我妈妈她也是 很早 就是两点就开始去圣堂 走路去圣堂 然后到圣堂就开始 开门 然后扫地 等等 然后妈妈因为这样子 她就是变成我们 孩子 孙子的 每一个人的 所谓的 信仰的好榜样 所以妈妈也因为这样子 她为我们 各种一项祈祷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希姆弥昂 她应该也是这样 她就是老人家 在这个圣殿里面 祈祷 然后这边路加里面 有记载的是 她是一个全神的 全神的老人家 应该你们也是如此 就是退休以后 就到这个教会里面 参与弥撒 参与圣道理仪 祈祷 看看教会里面需要什么 你们就帮忙 这个是一个值得的肯定 因为这样子 我们看到 希姆弥昂 她就是感受到 耶稣 这个孩子 是她所期待的 她所期待的很久 然后她也是很感动 所以她说 主啊 现在可以放你的 湖人 平安地去 她非常的满足了 看到耶稣 这个非常的满足 然后因为这样子 她也看到 耶稣这个人的未来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她 也说 耶稣会成为 一个伟大的人 不过伟大的人 常常会遇到 很多的挑战 因为她也说 以后 很多人也会 就是所谓的反对 耶稣 攻击耶稣 甚至呢 她的妈妈 妈妈也是 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妈妈也是跟随 她的传统 也是崇拜 她的姚威 她的天主 然后天主 也会给 圣母妈妈 一个非常的大的恩宠 就是成为 天主的妈妈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圣母妈妈 她也是这样的 受到赞美 受到肯定 不过 这个西姆阳 她也是告诉 圣母妈妈 你这个人 就是你的心 就会被 一个利剑 侧透 意思说 圣母妈妈 也跟耶稣一样子 同样就受到 人家的反对 人家的 就是所谓的 攻击 所以圣母妈妈 她今天就受到 两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预言 第一个 耶稣会成为好的人 领导人 给很多人的希望 圣母妈妈 也是如此 圣母妈妈 会成为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妈妈 但是 耶稣也是会成为 被人家反对的人 圣母妈妈 同样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 你们回到 我刚刚讲的 就是很多教友 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们看到 你们每天 得到天主的祝福 但是你们也会听到 神父们分享也好 谁分享也好 看到教会 今天很多人在 反对教会 很多人 很多年轻人 不相信天主 离开天主 攻击教会 攻击神父 攻击我们的所谓的 教会的好的教友 因为这样子 他们也是受到 很多的那种攻击 祈求圣母妈妈 就是今天 她也是为我们转达 然后祈求 那个新模样 她也是鼓励我们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说 一种十字架 跟一种光荣 连在一起的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边 得到心灵的平安 有天主降福我们 同时让我们继续 保持一个希望的心 继续做她的见证人 天主降福我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献上 我们的祈祷 祝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的圣灵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曲子 切以你的旨意为准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笑爱你 我们决于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取行的 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灵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主 请你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学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慈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世间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敏打之神 阿们 就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 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使一切信仰 你的人 劝去呈现扫足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驻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愿就能到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仪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福天下大幸和 万民皆大幸乐 祝福天下大幸福天下大幸福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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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天 守在地心中 散口守在地 其中也出生意